iPhone第一个要解决的是散热 你不处理散热它就会当机给你看 那你如果都没有当机都没有过热 那代表你人品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边充电边使用边直播 来 iPhone你可以买一个超土匪头 这小小一个东西要299、399都有卖 好 那我们副厂的部分呢 这个是599 那因为为什么呢 它要缴全力筋 它缴全力筋才能启动 耳麦打开 好 原因是这里到这里呢 会一个转接叫做声音 那iPhone本身没有3.5孔 别加有啊 1999通就有啊 看这里 打通了 这叫打通了 好 有了这个头之后呢 意味着就是你的混音器 你的声音来源装置 无线麦克风 带讯话不带讯话 都可以透过这个转接头 从2黑转3黑进来到这个位置 下一个动作呢 耳麦输入 这个代表成功了 好 下一个动作呢 我们要供电 那供电的时候呢 lightning在这边 然后我们把电插进去 开始充电了 这边 才开始充了 那这里呢 它跟它充1.5次 你如果比较介意的话 可以买 靠1970 可以撑更久 或者买两根接在一起 那我们现在要实现的是 边充电 边充电 边录影录音直播 那边充电 边录影录音直播呢 我们要先看麦克风有没有进来 首先呢 这是四鸟 四合一黑鸟麦克风 那这麦克风厉在哪里 它的环境很小声 非常厉害 确认有没有进来 iPhone 麦克风本身这里 耳麦就是指外接进去 蓝牙麦克风呢 是指无线的那个耳机 都可以当麦克风进来 但声音不好听 那么我们要这样进来 就是这边要加个回音器 加个回音器进来 那回音器都卖光光了 好以上呢 我们的边充电边直播边录影的方案呢 这边提供给大家 四合一黑鸟麦克风一对二 一致可以使用六个小时 有了这个之后 环境音马路的车声 还有空调子声音都会很小很小很小声 再来 有了这个装置呢 如果你单独使用的话呢 我们这个就拔掉了 什么都不要了 我只要很简单 就只要收音 就这样很简约的这样子就可以进行收音 但是这里必须是Type-C的 那么Type-C进来之后 Lightning过来 Lightning过来之后 这边看灯亮 这个灯呢 来灯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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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灯亮之后呢 耳麦就马上立刻输入进去 如果没有接通 麻烦你再重插一次 反过来就行了 好推荐这支 这支 这支是什么呢 一分三 收音 一分三充电线 这个是给稳定器用的 各位看一下 这插进去之后 稳定器就获得了一个空间 可以让上稳定器充电使用 这个线叫做Lightning转90度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一分三 一分三 分别是Micro Type-C跟Lightning 那么我们Type-C进来之后呢 我们要帮它充电 充电 然后再来给它供电 这个时候呢 电力系统就充过来了 好各位看一下 充电 好这样就充电了 它在这边充电 这边在充电 这个时候呢 我们如果说 要散热的时候呢 这里又多了一个Lightning 那跟那个Micro 你可以Lightning转Type-C 再来给它做冷却供电 好以上呢 如果你要长时间使用的 这个装备呢 那么 这个头就变成是一个 让你的回音器 录音装置 能够顺利进来的一个方法 充电 Lightning进来 3.5 黑 一定要记得做这个动作 1 2 3 3个黑 一定要插对 插错没声音 不要找我们麻烦 因为很多人都是不相信 一样都是3.5 为什么不能用 在那边挥 它就是设计耳机 E麦克风嘛 如果说你要简单的话 就买这个 原厂的 功能一样 谢谢 谢谢